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一個矩形 這個長度8,這個長度6 然後給它晃大 晃大成A' B' C' D' 且對角線 B' D' 是24 這個是24 24 好,那麼第一個 他要求什麼呢 求這個 這個A' B' C' B'的周長 我們來看看他是放大幾倍 這個他的對角線多少 對角線是10 8的平常加6的平常開根號是10 我們知道兩個相似型的話 他的那個對的線量 他是成比例的 從這裡到這裡 他放大倍數 我們叫R好了 24除以10 放大多少 放大2.4倍 所以這是5分之12倍 放大5分之12倍 好,那我就把這個 他的邊長算出來以後 乘以5分之12 就是他的邊長 這個等於 這個等於 這個邊長多少 是6加8 乘以2 乘以2 這個呢 是這個長龍眼邊長 再乘以他的倍率 5分之12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14 14乘以28 乘以12 乘以12 好 那這樣就是答案 這個呢 28乘以12 等於336 所以是5分之336 5分之336 再我們看呢 第二個 第二個 他問他的那個 面積 面積 我們用A好了 A' B' C' D' 那面積我們曉得 面積是那個 長身寬 那長的話 放大呢 5分之12倍 寬也放大5分之12倍 所以他面積就放大成多少呢 晃大成5分之12倍的平衡 也就是說 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等於 等於這個ABC的面積是6乘8 那再乘以多少 乘以他的那個 晃大倍數的平衡呢 5分之12的平衡 所以這個點多少呢 這是25分多少 6848 那再乘以12的平衡是144 那這樣點多少呢 這是48 那乘以多少呢 144 這個是等於6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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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25分之6 9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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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